最主要是要做水質測試 因為水質測試 待會兒會去取水 會做TH池跟CO2 在河川旁集結整隊 黃前溪水環境巡守隊 每週的例行工作 取水檢測河川水質 這邊的話是取水孔 那邊是出水孔 在取樣的河水中加入藥劑 確保水的PH值和溶氧量 有在標準範圍 水環境的守護者嚴格把關 因為過去的黃前溪 上游排放民生污水 污染嚴重 經常散發惡臭 所有志工親自進去溪裡面 撿那些垃圾 有籃球框在倒 我們睡覺的熱鬥 汽機車 那個機車那個骨架 全部都有 死機死腰那個更不用講 我們全部下去 上來的時候腳都 馬上變紅紅 前一屆市長任內桃園市 爭取到前瞻經費 其中一部分就是用來 來興建黃前溪水質淨化系統 利堅之間的生物膜 那這生物膜透過耗氧的方式 來消除上有的民生污水的污染物 然後把它淨化成乾淨的水質 然後再排出來 我們處理的水量大概9000CMD 就是每天大概9000噸左右 大概整個河川的水質 大概水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利用歷史上的微生物 達到河川自盡作用 每天能處理的水量約9000噸 水質有明顯改善 如果你以上面來看 還是看不到 因為沒有經過利堅帶 經過利堅帶的水 出去的水跟進來的水 就看就差別很大了 利堅帶出去那邊就很多魚了 人家說水清一現就是這樣 但整治河川污染 只靠現地處理夠嗎 前桃園市府被審計部點名 爭取超過6億元前瞻經費 執行水環境改善計畫 但26個監測站中 仍有15站污染指數升高 且河川污染程度加劇 其中包括黃前溪中立休息站 老街溪大坑缺橋 社子溪新坪橋 污染指數由中度惡化成嚴重污染 富林溪樹林舊溪橋 新屋溪寶新橋 則由輕度變成中度污染 這個桃園的水環境的建設 我們爭取了37.7億元 其中6億就放在河川的改善計畫裡面 你看到過半的這個河川的水質的檢驗 它的污染的值還是超過 今天如果沒有砸它超過 它砸了之後還更惡化 那你覺得民眾會覺得說 這筆錢花的到底是不是有成效的 今年的112年1到3月 我們的降雨量只有100毫米 大概落差了5倍的毫米 那因為桃園的河川的特性 它沒有天然的水源 它的水的來源都是民生雜排水 還有工業廢水 還有都市的區域排水 所匯集而成的 當你沒有這些水量的時候 沒有這些降雨的時候 你的河川的激流量就變低 那民眾或者是工業 它的廢水排進來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透過河川的 致敬的能力的方式 讓改變它的降低它的污染濃度 所以它的濃度就會比較升高 地方民代進一步檢視更發現 桃園前三期水環境建設實現率 其中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 實現率僅63.2% 經濟部水利署和環保署主管的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實現率分別為74.26% 即79.48% 多項計畫的實現率 在六都排名點後 其實我們看到全國的 這一次的前戰預算裡面的水環境 大家會去檢驗 其實真正做到工程的部分 是低於五成的 大部分達到七八成的這些成效 全部都是美化 就是環境的美化 就是環境的美化 它沒辦法具體的改善 真正需要做的這個水環境的 整治的工作 藉由現地處理改善河川污染 只是求短期成效 專家指出要解決問題 還是得提高接管率 水質淨化設施 它並不是一勞永逸的一個 最終目的設施 那因為污水設施的建造 它需要時間 它需要金錢 它沒有辦法在短期之內 可以馬上的改變 那我們可以透過現地處理設施 用一兩年的工法 一兩年的設施 就是可以把它建立起來 就算未來水質 那個地下水的 下水道的那個 污水接管 假如已經完成了 那畢竟還是會有一些 表面的淨流 或者是一些 接管沒有 用戶接管沒有接到的 還是會有足一些的水量出來 那我們這些水量 也可以透過我們的 限定處理設施 可以去幫它做進化 那可以讓我們河川的水質 可以達到更好的狀態 新建污水處理廠才可從源頭 改善河川污染 不過桃園污水下水道的接管率 卻是六度中最低 新北市它稱為一個 之前才升格的城市 它也很認真 在朱立倫當市長的時候 很認真把它的 目前的下水道接管率 推升到72% 那朱立倫設下這個目標 侯友宜接起來 這是對一個市民發展 很重要的負責任的態度 那過程中 污水下水道會佔用交通的車道 它建設整個管線下去的時候 這影響交通 影響周遭的居民 難道沒有怨言嗎 當然有 可是這些市長 承受出這些民意的壓力 就是希望這個城市 能朝對的事情發展 說真的 以前林佳龍在台中市執政 台南跟高雄 也是民進場長期執政 接管率有夠低啦 桃園去年111年底的 接管率才22.33 人家七八成 你還22.33 這像話嗎 這像一個直轄 是該有的規格嗎 水利專家 前內政部長李鴻源 認為水環境的製粉之道 是做好水的回收再利用 他也在過去主長內政部時 興建污水處理廠 即再生水廠 台灣一年可以回收多少水 你們知道嗎 一天280萬噸 在我們的污水處理廠 處理完 把它扔了 一天扔280萬噸 280萬噸一天是什麼概念嗎 1000萬人的用水 我們只要把這280萬噸的水 一大部分回收再利用 台灣的水資源根本沒問題 樓污水全部都解走樓都回收再利用了 河川就不會污染了 不只能改善河川污染 還可解決缺水問題 但這些基礎建設屬地下工程 短時間花錢不討好 也成為公家單位 不願碰觸的燙手山芋 今天的政治氛圍是 各掃門前雪 我絕對不會去淌這個昏水 我也最好少碰 這個台灣話叫做 這個 有說沒想 打破要背 今天我這件事情要是搞砸了 我要負責任的 今天完工了 我告訴你 有誰給我拍手 沒有的 技術本身根本不是問題 事實上是你要不要做 政治問題 今天水利 那2500億 你只要拿出1500億說 這就是我要做水的回收再利用 這件事情就做了 他們已經8年了 我告訴你 假如那時候做 我今天全部都做完了 整個前瞻預算 我們常常批評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都在做煙火室的建設 你都要做民眾那種 高大上 然後大家覺得馬上有感的建設 那我覺得這分兩個城市 第一個這些高大上的建設 是不是穩健 第二個除了高大上 煙火室的建築之外 有沒有什麼對城市發展 更重要的建設 能夠長長久久讓城市發展 民進黨政府的前瞻基礎建設遭外界批評成果不如預期 是因為缺乏規劃又欠缺把關機制 以我過去的經驗 我們內政部一年1700億 我要花半年寫那個企劃書 它的企劃書疊起來可以從地板到天花板 我要花半年來寫 我要去說服行政院讓我編著1700億 我要說服立法院讓我通過這1700億 這幾乎是半年到一年的努力 前瞻基礎建設兩張A4字就寫出來了 在立法院舉手就通過了 完全沒有經過很專業的預算的編列跟審查 好那現在問題來了 當初姓氏旦旦的那4000億的輕軌到那裡去了 蓋了幾條 到底花了多少錢 弄了半天結果發現是 他把8000億框下來 就變成他的私房錢 他今天愛用到哪去 大家當時對前瞻計劃提出的時候 就有很多的質疑 但是蔡英文他還是一意孤行的認為 這樣才能夠展現他施政的未來的績效 所以他還是做了 所以這表示說前瞻計劃當時在提的時候 可能基礎 法律的基礎就不穩固 這是第一個我們在看著問題的時候 那第二個就是因為他的基礎不穩固 然後但是他執意的要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他就要很快速的去完成這件工作 你急著要推 所以就一定會出現在緊急的狀況之下 臨時的狀況之下 所以他編的就不會很嚴謹 跟未來舉債的特別預算 一分一毫都要花在刀口上 否則這些財務重擔 日後承擔的都將是你我的後代子孫 去看存在 你可能會不穩固的